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小朋友 欢迎来到魔术小舞台的现场 Fighter 你这是怎么了 我好像感冒了 不是吧 这么不小心 Fighter 你要好好休息哦 到了冬天树叶都掉光了 到处都灰兜兜的 看着心里好失落 哇 想不到Fighter生病了 这么多愁善感 Fighter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想耽误你的魔术 也许可以让我凶神一点 Fighter今天真是太可怜了 有办法了 既然Fighter想看点有意思的 我就遍几朵漂亮的桃花给他怎么样 嗯 不错 我这就准备一下 喂 你还没准备好吗 嘿嘿 不要着急 精彩的魔术这就开始 太好了 今天的魔术是什么 Oh my god 这么凄凉的树枝和纸花 看着真是让人太悲伤了 Fighter 你就不要伤感了 看好了 一会儿我就让这花活过来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小朋友 帮我用这个玻璃瓶 绕住树桩 给Fighter一个惊喜吧 小朋友要多加小心呢 哇 本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些纸花真的活过来了 嘿嘿 真是太漂亮了 怎么样 我的枯木开的花还不错吧 哼 非常漂亮 看着这些鲜艳的花头 感觉我的面也好了一大份 很谢谢你 嘿嘿 没什么 嗯 纸花变色真是太漂亮了 快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嘿嘿 不要着急 我这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你应该是在纸花上动了手脚了吧 真聪明 其实我事先已经把芬泰熔液 用喷壶撒在了纸花上 芬泰熔液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乐儿 你说来听听吧 融入水的芬泰熔液是无色透明的 但是芬泰有一个特性 就是遇到酸性的物质不会变色 而遇到碱性的物质 则会变为红色 乐儿果然非常博学啊 嘿嘿 所以说 你一定在哪里放了碱性物质对不对 没错 树桩上被我偷偷滴了几滴浓氨水 浓氨水可是有刺激性的碱性物质 灾的应该是感冒才没有闻到 嘿嘿 没错 木桩被玻璃瓶罩住以后 树上的氨水挥发成氨气 遇到纸花上芬泰熔液中的水 重新变为氨水 而氨水就是碱性物质 在密闭的玻璃瓶里 浓氨水不断挥发 使得浸透芬泰熔液的白纸花 变成了椒艳的桃花了 真是一个有心意又非常漂亮的魔术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好了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小观众 欢迎来到魔术小舞台 小朋友 你好 哇哦 几天没见 FAT你好像又变胖了 哦 我有吗 FAT的东西不能吃的太多哦 尤其是含糖量高的点心 这个有点难 不吃糖的话 感觉我的人生就都失去了色彩 有没有这么严重 只是让你少吃 吃太多 对身体 尤其是牙齿都没有好处 那好吧 我以后尽量少吃一点点 对了 说到糖 我就来给你变个关于糖的魔术吧 耶 太好了 魔术我喜欢 哇 白糖 这可是好东西 白糖既是做菜的佐料 还可以制作各种不同的甜点 看到白糖眼前仿佛出现了好多美食 说到吃的 白糖果然是滔滔不绝 嘿嘿 不对了哈嘞 你要用白糖变什么好玩的魔术啊 我可以让白糖瞬间变为红糖哦 这怎么可能 红糖可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才能制造出来的 可不是简单的用白糖都可以做出来的 你说的很对 不过那只是一般情况 记住 站在你面前的可是一位魔术师哦 好吧 伟大的魔术师 请开始吧 变成黄色了 这也不是白糖吗 哈嘞 不要着急 神奇的一刻即将到来 这是什么 当然是我配置的神水哦 又是神水 每次都说什么神水 最后结果呢 都是普通的水而已 管它普不普通 有用就行 小朋友 小心点拿着我的神水 帮我滴到白糖里 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好 好 哇 真的有红糖的味道 外观也非常像红糖 怎么样 我的红糖还不错吧 好吧 我来尝尝到你是不是真的红糖 不可以 哈嘞 你刚刚怎么这么着急 难道你变出来的红糖有危险 是的 还好Fight只是跟我开玩笑 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你们就知道我该不该紧张了 太好了 就可以学新的魔术了 这第一次倒进去让白糖变黄 正是浓硫酸 浓硫酸 小朋友 这个是非常有腐蚀性的液体 绝对不可以用手泡哦 对了 哈嘞 后来滴管加入神水的是什么 这次真让Fight猜对了 其实只是普通的水而已 只是普通的水 没错 当硫酸遇到水 会释放出大量的热 使白糖碳化 呈现出类似红糖的焦糊状 并且发出红糖一样的香味 原来是这样 这个魔术虽然有趣 不过魔术的材料是有危险的 小朋友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没错 要在兼顾人的陪伴下 才可以尝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